军统教父戴利 作者张军由老王播讲 第八十九集 燃指海军 戴利对军统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与此同时 他也开始着手 让自己另外一个心里一直隐隐作痛的事 进行解决 松林坡公馆 原来是以替蒋介石修建住宅的名义修建的 但是蒋介石一天也没住过 倒成了戴利的秘密银库 如今被陈杰如住了下来 对于戴利来说 不方便那是其次 最主要的 她是害怕走漏了风声 到时候 宋美龄如果以拉皮条来治罪的话 自己那就是跳进了黄河 也洗不清楚了 更何况 宋美龄似乎本来就不喜欢自己 招待英国内政部派来的道歉警官的那天晚上 一顶轿子直接抬到了戴利的大厅里 戴利会议 马上就吩咐贾金男去外面挡住所有的来访者 一面揭开叫帘 请蒋介石出来 蒋介石一身糖妆 戴了假牙 衣服上还有香水味 一下叫就说 他好吗 戴利说 这几天我去了一趟香港 吩咐最可靠的同志照顾陈女士 我怕引起别人的怀疑 所以我还没到他那去 蒋介石说 我也凑不出时间 好容易今天夫人被他姐姐叫去打牌了 我看看就走 戴利就不再多说 转身在前面引路 蒋介石仍然坐回了轿子里 有两名贴身的教夫抬着 借着暮色 就朝松林坡公馆走去了 早有两名 从江山招来的女佣打开了大门 迎接戴利一行进去 又关上了门 蒋介石下了桥 在庭院里助力了片刻 摘下礼帽 随着戴利走进了内室 陈杰如手拿一本英文的杂志 考在沙发上是似读非读 他抬眼看见戴利 连忙站起来让坐 戴利说 谢谢 我不坐了 你看 谁来了 陈杰如一眼看见蒋介石 激动不已 很久 他才回过神来 扑了上去 两个人相拥在一起了 戴利偷偷的就退出来 把门轻轻的带上 每当他有了新的相好 那个贾金男 也是这样伺候他的 戴利无聊的就在厅堂里干坐着 他尝到了替人拉皮条 手门的滋味了 好不容易等到蒋介石出来 柔和的吊灯下 蒋介石有点喘息 额上渗出了新兴的汗珠 用手绢 逝去以后又冒了出来 他的上衣扣 明显的那是扣错了的 蒋介石斜靠在沙发上 威闭了双目 戴利没有打扰他 大约十几分钟过去以后 陈杰如更换了一套旗袍 从内室走了出来 虽然已经有了些年岁了 但是风韵幽存 女性的曲线很分明的 就从旗袍里透出来 以至于戴利甚至也抑制不住的 响入飞飞 蒋介石赶到陈杰如走过来了 睁开眼睛指起腰 招呼道 左 陈杰如坐下来说 中正啊 听戴先生说 吴忠信的公关离你的官邸不远 是吗 蒋介石忙问 死不死在这里组得不开心 说吧 看了一眼戴利 陈杰如忙说 戴先生对我照顾得很好了 不过在这太寂寞了 没个伴 戴利插嘴说 我已经派人去接陈瑶光小姐了 就这几天会到 蒋介石又说 那你还有什么不方便的 陈杰如说 我和吴忠信的几房夫人 关系一直都很好 在那儿 下人都不认识我 最主要的是 我们以后见面离得太远了 不好 万一 他中途回来了 那你就没办法解释了 蒋介石想了想说 好吧 我先跟吴忠信说说 再叫呆局长送你过去 蒋介石说完 抬眼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说 时间不早了 我得赶回去了 陈杰如无限依恋地点点头 起身相送的时候 泪不自觉地又流了下来 这丈夫不是他的呀 他只能偷偷摸摸的 才有机会和他相处这么几十分钟 对他来说 这几十分钟是何等的珍贵呀 夜色中 蒋介石的小轿子摇摇晃晃的远去了 戴笠 这才如释重负 两天以后 戴笠用一辆轿车把陈杰如送到了吴忠信的公馆 从此 这件麻烦事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1941年12月7号的早晨 日本特遣舰队对美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 发动了突然袭击 由于事先美军毫无防备 以致使太平洋舰队毫无反击能力 很快就全军覆没了 40艘舰艇 以及所有的航空母舰全部都被击沉了 航空母舰上的几十架战斗机来不及起飞 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全部成了废铁 亚利桑那号舰上的1120人 全部被炸死沉入了大海 无疑生还 这一次 美国海军总共丧生了2405人 还有2000多人受了重伤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参众两院发表演说 宣布美国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从此美国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珍珠港事件以后 美国海军界的将军们就突然想起了 中国驻美大使馆曾经提供过一份 日军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 当时是因为怀疑中国是有意挑拨日美关系 不仅没有给予重视 反而嘲笑了他们 于是美国海军情报署当即就向中国驻美大使馆 郭德权追问情报的来源 才知道是中国的军统局提供的 这就引起了美国军方特工部门 想和中国的军统局进行情报合作的兴趣了 美国军方情报署同时找军统美国战战长 驻华使馆副武官迪帕斯上校 就近找军统当家人戴利商谈 试探双方在对日作战当中进行情报合作的可能性 戴利接到肖伯 迪帕斯等人转达的消息以后 极为高兴 他当即指令肖伯抓紧时机 在美国活动 以及达到各种目的 同时在曾家延代工馆设业 款待迪伯斯 并且邀请了国防部二厅的厅长 杨玄成 副厅长郑建民 航空委员会主任周志柔等高官作陪 这次见面 迪帕斯对戴利领导的军统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珍珠港事件以后 美国军部出于战略的考虑 有意援建中国海军 决定派情报署的药员 梅勒斯在四月访华 和中国的海军司令 陈绍宽等中国海军界的药人会面 考察了解中国海军的实力 确定援助的方案 消息被肖伯知道以后 马上告诉了戴利 并且告诉他 梅勒斯此行的目的 就是考察中国海军的情况 提出帮助建设 中国海军的计划 戴利心里一动 一个念头悠然而生 那就是 在陈绍宽积极准备迎接 梅勒斯的同时 他也开始了 缜密的准备工作 戴利是个欲望无边的人 他的报复绝不是 当个特工头子这么简单 而是要在蒋介石身后 谋取一个更高的位置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够打进军界 拥兵自重 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 陆军素来是黄埔系的天下 前面有何英卿 义夫当官 后面还有陈成 胡宗南 汤恩伯三强鼎立 自己这个黄埔六七胜 那是没有任何的立足之地的 至于空军 那向来是宋美龄主持 自己难以和夫人争奉 剩下的 唯有海军是既无后台 也不讨蒋介石欢心的 陈绍宽来掌管 可以加以谋取 梅勒斯访华 戴利认为这是天赐良机 一方面可以开展中美情报合作 以提高军统的国际地位 另外一个方面 那可以借此加强 和美国海军的联系 依靠美国海军的力量 来支持自己 出掌海军大权 于是 戴利缜密的拟定了 如何把梅勒斯紧紧的 控制在自己手里的计划 主意定 戴利马上电令军统 美国战战长肖伯 要他以驻美使馆 副武官的身份 加强和梅勒斯的接触 特别嘱咐他 陪同梅勒斯来华访问 并且具体安排梅勒斯的访问议程 这样切断梅勒斯和中国海军司令部 陈绍宽的联系 接着 戴利设法从蒋介石手里 取得了一个由军统局全权接待梅勒斯的 合法理由 按照一般的外交惯例 美国海军部派出的代表 应该由中国海军部门负责接待 当梅勒斯访华的公文 从中国外交部转到军委会的一厅 一厅准备批转海军司令部办理的时候 戴利就通过军委会的内线抢先得到了消息 他亲自取走了公文 直接去找了蒋介石报告 说军统的客人梅勒斯访华 蒋介石也不明底细 就立即首令交给戴利全权办理 四月 梅勒斯由萧伯陪同 如期到达了重庆 一个新的燃制海军的故事 就此展开 感谢您收听 由老王为您播讲的军统教父戴利 本集播讲完毕